而我们再来看到呢 消费券每个人是3600块钱 估计印制的成本刚说呢 可能2亿 甚至还有人说 不见得 如果你有这个面额是100块的话 你大概800多亿 也要印个这个8亿元 哇 不得了 那么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说 你要印到什么程度 它的使用期限呢 并不是永久的钞票 它到明年底就要收回来了 它算是一个消费券 但是呢 也担心有人会伪造 所以呢 它的变色墨水啊 凸板印刷等等 通通不能够少 那么加起来 如果说以钞票来说 就有十几道的防围手续 光是印一张消费券 成本可能要3块钱 可是现在呢 还没有出入的消费券的样张 已经网友在讨论 上面该放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 看到有些浮水印 这个都可以直接透过 我们的眼睛去辨识出来 灯光下照一照 数次会变色 再把千元大钞 摆上验钞机 背面的隐形 银光丝立刻验不夷 现在消费局的防围机制 据说已是比较 我之前看着相同颜色的 但经过这个仪器 去辨识的时候 它就有些地方不见了 防围机制大概有几种 应该有十种左右 显性和隐性防围机制 约有十几种 拿百元钞票当例子 变色油墨 变色油墨 国富人像上的图板印刷 消费券上也会有其他项市 折光变色安全线 盲人点 连续隐藏条码 还有背面的套印和浮水印 消费券也将照单全收 可能就要到达3块5 以央行现有的防围机制 成本的确不小 方法分为可看 可摸 可转 而如果依照财政部的设计 还可以增加感温这一项 意思是指 当手指接触到数字或条码 温度不同 色泽就会跟着改变 而一直还未出炉的 消费券样张 也出现空索版本 有人建议可以印上 马一九总统肖像 庆祝首次发行消费券 有人建议印上前总统陈水扁 说不定因此消费券 可以花得快一点 也有人建议印上代表 台湾本土的台湾蓝雀 彰显花钱消费 一样要爱台湾 网友的创意搞笑 政府要印制第一张消费券 或许真的也可以 参考参考 中天新闻 范馨宇科士章 郭旺树张家威 台北部报道